大家好,我們今天講的主題就是 有關於紐西蘭移民留學生活必須要知道的 那介紹的一些東西就是 紐西蘭主要城市的一些基本特色 生活費開支的介紹 然後還有些城市就包含奧克蘭、惠林頓、羅陀魯啊 還有基督城、皇后鎮 然後呢你基本上聽完這些東西你就會對紐西蘭一些生活的開支 會有一些比較大致上的了解 那對於一些紐西蘭的一些城市有一些初步的概念 因為呢目前其實還是有蠻多人 因為疫情的關係其實慢慢的想要 往紐西蘭這邊移民啊 或者是留學都有 那可能也是現在政策的關係 所以現在比較難一點 不過沒有關係啊 我覺得時間的問題而已嘛 我覺得可能目前最重要的還是 有一些大致上的了解先 那其實我們來講一下這些 我們紐西蘭最常見的一些成本的問題啊 像是一些 紐西蘭生活費貴好像是大部分都說的 那我們來講一下就是像 Utility Cost 這個部分的話給大家了解一下 什麼叫 Utility Cost 在紐西蘭的部分 就是你在公共設施的成本 這個基本上就是紐西蘭的水電煤等等的部分 然後這是其中 每一個月裡面佔了一個為數不小的部分 為數不小的部分就是水啊電啊 還有所謂你的上網的費用的部分 這個是一個不小的費用啊 要看你家幾個人 那我們在後面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住在哪一個城市裡面呢 你平均一個人或者是一個家庭 四個人應該會大概多少的費用 那我想說如果已經是在紐西蘭的人 那當然可以相對比較一下 那我基本上我們現在就開始做一些細節數字上的一些分析的部分 那講之前我們還有幾個重點 我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還有就是Grocery Price 在紐西蘭這個部分其實 紐西蘭這個部分其實東西挺貴的 特別是這一陣子疫情的情況之下 讓整個整個價格又拉上去更多 那為什麼我們介紹這個就是 Unity Cost還有Grocery Price 因為這個是影響你生活 在紐西蘭生活成本很大的部分 那如果是 以現在的狀況 紐西蘭在 紐西蘭有個特色 就是很多東西都不是自己生產的 雖然他現在很多水果啊 然後是紐西蘭自己產的 但是他很多東西其實還是進口的 那如果之前大家有聽到我上一個 上一個那個直播的話 就會大家知道其實現在運費啊 越來越貴啊 就是運費以待四倍五倍甚至六倍的成長 其實我們很多產品從海外進口進來的產品就變貴很多 那其實呢 這是如果你像去跟美國啊 去跟澳洲啊 這些國家比的話 或跟歐洲一些相對國家比 我們其實很多東西呢 是蠻貴的 那還有一個比較 比較特別的就是 其實我們很多的那個 酒的價格相對也比較貴 這也是比較特別的齁 雖然紐西蘭產很多酒 OK那我們就舉一些比較直接相對比較的例子齁 像我們現在一打雞蛋 一打雞蛋 那可能是一打就是 不要說一打 我們現在的華安超市一買就可能24個 或30個 大概是 以七號蛋大概是我剛買的價格是大概8塊錢左右 30個 那牛奶牛奶現在2L的價格大概是在4塊多吧 看牌子喔 因為現在牌子挺多 有5塊也有6塊的 有7塊的 那麵包麵包就差不多嘛 從2塊到5塊都有 啤酒 啤酒看你買哪個啊 Lion Ray啊 Stalaga或者是Corella Hennigan 可能是看你拿買個牌子 所以基本上它一箱大概就是12支的 從17塊到20幾塊都有 好不好 一瓶酒的話 紐西蘭一瓶酒大概平均十幾塊錢的 大概就可以了 十幾塊錢其實就不錯了齁 那大概20幾塊 像我喜歡喝的Pino 在20幾塊其實都已經是Central Otago 是非常非常好的了 那OK 那我們就簡單介紹 然後我們講Uternity Cost 還有所謂的Grossary Price 就是 那接著我們再講一些就是 紐西蘭基本的交通 呃旅遊跟交通的部分 那其實這整個 Vidio就是想大家再重新認識一下 紐西蘭啦 或者是想要來紐西蘭的 可以聽一聽 那其實像惠寧頓 奧克蘭惠寧頓 基督城還有皇后城 其實這些都是非常非常交通 算是算是比較發達的城市 以奧克蘭 以整個紐西蘭來說齁 那其實還是很貴的 因為紐西蘭整個的整體運輸呢 其實很多地方都是交通系統 是屬於私人所擁有的 而不是屬於國家所擁有的 但是呢 那他整個價格的部分 這是我們常常住 紐西蘭的老移民說的齁 在紐西蘭玩 還不如買張機票去澳洲玩 因為便宜啊 住宿也是 其實在奧克蘭出去其他城市玩 你會飛到皇后鎮啊 飛到基督城啊 飛到這些其他的 比較有名的觀光聖地去玩 其實成本跟飛出去黃金海岸玩個 費用其實沒有差很多 反而有時候更便宜 那我們來講一下就是說 我們在這裡其實 在講到我們講的幾個部分 就是交通啊 吃飯的一些基本費用 還有一些所謂的 就是你會用水電的費用 我們來講一下 紐西蘭其實有個很好的部分 就是他的 他的Healthy 就是Healthcare的部分 其實Healthcare在紐西蘭的部分 其實挺特別的 就是他本身 很多都有補貼齁 甚至是補助 除了牙醫以外 就是紐西蘭牙醫其實 是蠻賺錢的 那因為牙醫是沒有在補貼行列裡面的 那所以很多小的洗洗牙 八九十塊 甚至多的照照片啊 甚至是換個牙齒 更管治療 都是一千以上有幣的 所以這是為什麼很多人 坐飛機出去 其他地方弄牙齒 因為在我們這裡的 整牙的費用 其實是比較貴一點的 因為沒有補助嘛 那但是如果你是有出什麼 所有的事情啊 譬如說你的健康啊 或者是你突然有什麼Emergency的部分 其實紐西蘭的政府 基本上是都幫你處理掉的 你沒什麼太多的費用 所以說紐西蘭呢 只要你活得健康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多的事情是需要擔心 因為他很多費用是幫你承擔的 在那個健康的部分 醫療的部分 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 這個各位要跟各位講一下 紐西蘭這個健康的醫療部分 雖然有幫你cover掉 有幫你負擔 但是他唯一的部分就是特別的慢 特別特別的慢 這是就沒辦法 你就需要等 雖然很多東西都會幫你 但是你就需要等很久的時間 這是 對於紐西蘭在這個地方 稍微比較差一點的部分 但是他是 對不對 你還是可以選擇私人醫療嘛 或者是我們 一般朋友還會買一些醫療保險 就是你可以去透過這醫療保險去 直接去醫院啊 或者是去一些診所來做一些 檢查或治療的部分 所以這醫療的部分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大概講了幾個部分了嘛 我們就根據我們的 Utility Cost 然後Grocery Price的部分 還有我們說剛剛的一個 我剛剛講的這個部分是所謂的 旅遊跟運輸成本嘛 就是Travel and Transport Cost的部分 那剛剛我們就講了一下 就是醫療部分 其實這幾個四大部分 已經是Cover我們在紐西蘭生活的大部分的開支 那當然我們還想說還有個娛樂成本 這個娛樂成本我們在這裡就 就先不聊吧 因為這個實在是因人而異 有的人喜歡打球 釣魚滑雪啊 然後去做很多戶外活動 那每個活動性質不一樣 所以這裡就不把這個 Entertainment Cost 放在這個考慮的範圍裡面 好那我們來直接講一下就是 我相信大家比較想要知道 就是說如果一個人來紐西蘭 還有一個family來紐西蘭 我在講的時候一個family來紐西蘭 四個人我們就舉這個作為例子 其實這個是也是很新很新的report 就是大概在四月份才出來的 有更新過的報導 那我們來先講一下 我們在這紐西蘭裡面呢 其實我們會有幾個比較大的成本 就每一個不論是個人 或者是以一個家庭為主的話 大概會有幾個大成本 我們來分析一下 我們第一個就是租金成本 租金就是住的地方 那第二個我剛講過 就是grocery 然後還有說家庭需要買的東西 比如說洗衣粉啊 比如說衛生紙啊等等 就是家用的東西 那還有uternity bill 就是我剛說的水電 水電的部分 然後還有我們家裡 每一個都不能缺乏的就是所謂的一個 internet的部分 就是對上網對不對 然後再加辦公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個部分就是我們所謂的就是 travel跟transportation的部分 交通的部分 那其實 在紐西蘭喔 在紐西蘭平均喔 平均從 這是個平均值喔 各位聽了也不要覺得很誇張喔 這是平均值 如果呢 以一個人大概 大概就加起啊 我們這個是 就說了這是平均值喔 那以租金 然後 家用 一個月喔 家用 就是比如剛說的水電 而不是水電 就是所謂的 買賣家裡吃飯的東西 還有 交通 internet 還有所謂的 一個 上班開車 坐車或坐公車 坐火車 坐fairy這些費用 一個人平均的保守估計喔 大約在三千塊錢左右 三千塊錢左右 各位 這個三千塊錢左右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部分 其實 租金 一個月齁 我們規劃了一千五百塊 一千 五百塊 大概也就是大概 平均你算一下 一天大概是五十塊錢 YES 等一下 YES OK 我再多東西 等一下 YES OK 我再多東西 等一下 YES 然後 YES 我小朋友 然後 所以 再以一個人來說的話呢 他的生活的費用 基本上 有 絕大部分 是 花費在 租金的部分喔 那 這是一個平均值 就是 以三千塊 那我相信 其實我們在租金的部分 可以 很直覺的 撿到 蠻多錢的 因為 在 有很多 我講的這次都是 承租自己一間 一間 公寓啊 或者是一間 unit 來算的 就是說 你有百分之百的隱私性 你大概會有這種費用 就以一個人來說的話 好不好 那 以一個family來說的話 我們 接著我們繼續的分析 給大家聽一下 所以說 我說如果你是來紐西蘭的話 如果你在住的部分 你可以解決的話 基本上你的 平均生活費大概 一個月 一個月 平均生活費喔 一千五百塊 如果你可以解決住的問題 你大概一千五百塊錢是 可以在紐西蘭生活 還可以的喔 不會說很差 一個人 那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就是說 你在住的部分 可能 可能可以做很多不一樣的一個做法 如果是一個人 一個家庭當然不住的部分 就沒辦法去做一些減免 那我們來直接 做一個比較具體數字的分析 這是我剛剛 規劃 就是整個整體 做出來一個報告 其實也是寄給一些朋友看的東西 那我們來講一個 如果是四個人 一個family 四個人 可能有兩個大人 兩個大人 然後兩個小孩的部分 在這裡的話 其實他 每一個 每一個月 平均基本上你的開支 大概是從 六千 到八千 這個是屬於 比較 舒服的 我講一下就是 六千到八千塊一個月 這屬於比較 指數就從六千到八千 看你過怎麼樣的一個生活的方式 那 這屬於還過的還可以的 那 租金的部分 還是承包了大部分 租金的部分 就大概兩千四百塊 我講的這個可能只是以一個 三個房間來說的 三個房間來說的 房子而已 如果你大概租到四房的話 這個金額 還會再往上跑 還會再往上跑 就是以租金的部分 我們這個平均只用兩千四百塊錢 兩千四百塊錢 那我們以四個人 四個人一個家庭的部分 也用一千八百塊錢 來做為家裡吃飯啊 一些基本的開支 一千八百塊錢 各位這個數字是很 蠻準的 其實是蠻準的 然後你那些 水電煤 我們一個月用兩百五 這個都是算是很 基本上上下誤差 不會差太遠的 如果以一個 正常家庭來說的話 然後Internet就七十幾塊 八十塊差不多 大概一百塊錢也有 上上下下一點點 然後還有 你的交通費用一個月 你一個家庭四個人來說 大概四百塊錢 所以這些費用加起來 平均大概是在 六千到八千 如果以一個家庭要過的 四個人來說的話 要過的還可以 還算舒服的話 這是你基本會用到的費用 各位 你們有大概現在有概念了嗎 就是紐西蘭租金 家用 就是買賣家裡吃的 還有那一些水電 還有那些Internet上網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我們交通的部分 以一個家庭來說 大概是在六千到八千 六千到八千塊 如果這時候你可能要在紐西蘭 過比較不錯舒服的生活 不會有太多吃的很好啊 不要說吃的很好 就是基本上你想買東西的 grocery的東西 你不會想太多就可以買 你需要這樣的費用 會讓你不需要想太多 六千到八千 那 Again 如果你已經買了房子 那基本上你就直接 減到兩千四 你可能大概生活費 生活的部分 在紐西蘭一個家庭四個人 生活的費用也大概就三千六 到五千中間一個月 你可以過得不錯的舒服生活 舒服生活 不是說奢侈喔 舒服生活 那其實已經很很很不錯了 那這也是為什麼 我覺得在紐西蘭的部分的話 一個家庭啊 過得舒服的生活的費用 其實不算太低啊 真的不算太低喔 那如果以個人來說 我們剛剛聊過 個人來說的話 如果你的租金可以搞定的話 一千一千五百塊錢左右 上上下下 你可以過得還算可以的生活 還算可以的生活 好 那我們來直接講一些重點 就是有關於 城市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 作為一個老移民齁 來這裡20來年的一個老移民 其實 對於每個城市 我們大概給大家一個 大家一個簡單的概述一下 因為其實 生活有很多選擇 有的人在奧克蘭住完之後 如果想搬去 匯林頓啊 搬去皇后鎮啊 想搬去基督城或 羅托魯 羅托魯啊 這個地方去生活 每個人不一樣 但我就跟大家講幾個 重點的一個 城市上面的一個簡單的 描述一下 那我們先講一下 最近 紐西蘭就是旅遊都會去的地方 很多人一放假 你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一到放假時間就是 那個 你的 手機通訊錄裡面 或者是你的臉書的部分 或 微信的部分 就會發生一個 很多人就皇后鎮了 各位沒有錯 就是皇后鎮齁 就Queenstown 如果英文來說 Queenstown 那這個部分的話 簡單說一下 皇后鎮在這幾年裡面呢 受到 海外人士 呃 旅遊人士 然後還有 紐西蘭本地的 人 觀光的 產業 行業 造成他幾個很嚴重的問題 他的 房子 房子嚴重短缺 因為他是個旅遊勝地啊 他是個旅遊勝地 那他的房子就嚴重短缺 所以說 很多 租金呢 在這近年裡面 就是瘋狂飆漲 房價也飆漲 房價也飆漲 所以說 如果你是打算移民到皇后鎮的話呢 你可能就是建議你 住皇后鎮外圍的小城 外圍的城市 外圍的城市 因為 他整個娛樂的部分 食品的部分 還有所有點點點生活開支 其實 在皇后鎮是這幾年長得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呢 真的很漂亮 我們的好朋友 每次去完都說要去那裡買房子 甚至就是要搬去那裡住這樣子 所以 他就是窗外一幅畫 好不好 皇后這種的生活 窗外一幅畫 所以就是 如果你住的地方有山景的話 可以看到那種白雪 對不對 可以看到海景 所以就是為什麼皇后鎮去 去住幾天 其實 真的很舒服很漂亮 但是他現在的費用 其實真的是 不算便宜喔 如果以生活在那裡的話 OK 那我們來講過皇后鎮 就是皇后鎮一個概述 他已經現在比較有點像是旅遊 觀光景點的一個城市 但是以當地的老華僑來說 他是這種感覺比較多 那我們來講一講就是 可能大家也聽過的 就基督城的部分 那英文叫 Christians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他這個城市呢 是一個 因為前一陣子大家也知道 他前一陣子剛地震嘛 所以他現在屬於一個 完全復興的城市 就是不斷在漸漸漸漸漸漸 然後他之前在地震之後 我們去了一趟就是 他的一些市中心的部分 還在努力的不斷的重建 那我們記得正後去的那時候 那時候其實他很多地方是用那種貨櫃 架起來商店街 那現在基本上已經很多 已經慢慢的恢復了 那其實他是一個很忙 然後是一個創新的一個商業中心基督城 那他這裡的生活成本相對高一點點 那比皇后鎮在好一些了 然後他的花園 他的市中心就是個花園 他市中心就是個花園 那平均的收入是比奧克蘭低一點 但是這裡的收入也還是可以的 就在基督城的基督城家庭平均年收入 大約為八萬五千紐幣 平均年收入 我相信這個收入目前會再高一點 目前會再高一點 可能會接近十萬這個數字 因為那裡的機會或者是給的錢呢 畢竟會比奧克蘭這個城市再少一點 OK 但是各位你講到這裡的部分 我們稍微聊一下 那他們雖然收入低一點 但是他們的房價呢 房價呢 相對還是比奧克蘭友善很多的 他們的房價還是相對比奧克蘭友善很多 所以如果是打算買房子 其實基督城也是個選擇 也是個還不錯的選擇 如果以奧克蘭作為一個比較城市的話 那我們再講一下 我們講了皇后正 又講了基督城 那我們來講講就是 惠林頓的話 其實惠林頓就我是很不熟的 惠林頓我去過幾次了 但去都是去看一下那個 提啪啪的博物館的部分 那如果是出差的部分 那惠林頓的部分 作為首都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它是越來越貴的 那很多在惠林頓住的 或者是工作的 很多都是政府的相關工作人員 因為它附近基本上就是 有些人政府辦公的地方 所以呢這部分 它的交通系統是很完善的 但是但是它目前價格其實 漲得是很瘋狂的 對你可以看到新聞來說的話 它真的漲得很厲害 那其實惠林頓我真的不熟 那但是我所以我們就沒有太多的敘述 那講講我生活了二十年的 二十多年的城市 澳克蘭 我相信很多朋友住澳克蘭 那或者是即將來澳克蘭住的朋友 我覺得這個地方 這是我們常常被說到就是說 澳克蘭 貴啊 對不對 就基本上一個說法 澳克蘭貴 那 那其實 為什麼它貴有很多它的理由 那我覺得 我常常說到我之前的文章 我寫的文章我就說 紐西蘭其實就是一個最開發的鄉村國家 最開發的鄉村國家 以開發國家裡面的最農村 那作為一個最農村的開發國家呢 澳克蘭其實生活的成本跟租金成本 其實都是最貴的 都是最貴的 那而且它本身 在這十年裡面 很多一個一個新的購物中心 不斷的在開 那 其實 加上它很多新來的東西 都是在澳克蘭先發生的 那像是我們目前 Costco 要在我們那個威士忌那邊 要開始乾了 Costco就是美國那種連鎖的大型超市 但是你要有 有卡彈進去買的那個 有會員彈進去買的 它其實在 威士忌那邊 要在明年應該就會開始開放 建討 因為已經開始招員工了 所以明年建討的機會很大 那澳克蘭 我們來講澳克蘭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 人口最多密集度最高的地方 我們大約有160萬人是活在 澳克蘭城市的 那 整個澳克蘭 佔了紐西蘭人口 將近三分之一 我們紐西蘭就五百來萬 五百萬人 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活在澳克蘭 所以大家也想像一下 就是說基本上 工作崗位的部分 然後就是 還有食物的種類的部分 還有房價的部分 還有所謂的 Entertainment 娛樂的部分 其實東西是比較多一點點的 那但是我來直接講一下 好我們講完這一些重點就是說 紐西蘭其實多彩多姿很多元 那我們今天不講娛樂的部分 那我就直接跟這些數據來講 那我們來我整合了一些 整合了一個 一個表格 但沒辦法 沒辦法放給大家看 來我直接跟大家講一下這個表格 我們整理出來的部分 是根據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 我們根據六個大城市來比較 就是澳克蘭 哈密爾頓 羅多魯瓦 基督城 淡尼丁 皇后陣 OK好我們來今天講一下就是 以 以 就是 一個房間的 或studio 以一個人的說法 我們先講一個人 如果你是單身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稍微 記一下這個數字 其實 這個數字其實蠻準的 其實蠻具體的統計 以澳克蘭 以單身來說 我現在講都是以 一間房 一個房間是單獨自己住的喔 一個房間單獨自己住 或者不是一個房間 一個屋子 或者一間公寓 或者是個union 自己住的 自己住的價格好不好 租金的部分 一個月的部分 澳克蘭平均租金大概是1800塊錢 1800塊 除以4的話 這以公寓來說 其實也就是400多塊 400多塊一週 其實這個是很真實反映 現在澳克蘭的房價喔 租金的部分 400多塊一週 那在澳克蘭 一個人自己住一間公寓 unit 或者是小房子 一個月平均的基本開支 租金喔 1800 還 這個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自己是不是差不多付這個錢 或更多或更少 一個人差不多這個錢是蠻準的 漢米爾頓大概在1100塊錢 漢米爾頓 接著 羅托魯阿 就是我們的觀光城市 他比較貴喔 他比澳克蘭便宜 比漢米爾頓貴 大概1200塊錢 因為羅托魯阿 他是個觀光城市齁 Tourist Sport 對不對 那 基督城 比 基督城 稍微比 澳克蘭便宜一些 大概1650塊錢 1650塊錢 淡泥丁 欸便宜很多了 1050 各位 這讓我比較不明白的地方 皇后鎮 皇后鎮大概比 澳克蘭還貴 一點點 1900塊錢 以皇后鎮的估價來說 好 那接著我們來說一下三個房間的 那為什麼說三個房間 因為一般一個家庭 四個人的話 以三個房間作為一個評估標準的話 三個房間的齁 這個數字也是很精準的 我其實我有對過這個數字 澳克蘭 以一個家庭四個人來說 你的租金大概是在3100塊錢 3100塊錢 如果你可以做個紀錄 這是很真實的數字 3100塊錢一個月的話 漢米爾頓的話 大概會在1900塊錢 以一個三間房來說的話 羅脫魯蛙呢 大概在3500左右 應該沒這麼過 我覺得羅脫魯蛙這個數字 我會比較 question about it 因為羅脫魯蛙我還算是很熟悉的 每年都去一兩次 那我覺得我比較懷疑羅脫魯蛙這個數字 怎麼來的 他評估的時候 基督城呢 如果以三房的話 三房基督城的話 大概在2050到2100中間 這個數字我覺得是合理的 黃在淡尼丁的部分 大概1700 皇后鎮 3800塊錢一個月 三個房間的 真的是挺貴的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 其實有一個比較 有意思的部分 那就是有關住宿的部分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 住宿的部分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直接探討一下 就是 平均值好不好 平均值 這個都是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想要來紐西蘭生活 剛剛 剛剛在 前五分鐘我們就聊了就是說 有關於你租金的部分 所以這個給你一個很直覺的一個 概念了 直覺的概念 來紐西蘭 來紐西蘭 住哪裡的費用 來紐西蘭 來紐西蘭就是說 你要是一個人還是一個家庭來 那你人多人少 你可以再判斷一下 各位 我講的這個數字 是真實的數據統計 這個是在四五月份的平均數據統計 所以不會差太多 除非你願意做比較極端的差或極端的好 那可能就不知道 好 那我們再講一個 以一個人一個月 一個人一個月 我們這個平均值 其實這個平均值就有一點意思 各位你要聽一下 那如果你超過這平均值 可能就代表你活得比較好 那如果低於這個平均值很多的話 就可能代表你自虐好不好 這是真實的 真實的 我們來講一下 先講講奧克蘭吧 奧克蘭一個人 就是 就是 就是房租不算 房租不算 奧克蘭 如果你一個人大概花在一千四左右 一個月 你算是活得 比較 正常的 正常的 不要說好也不要說壞 就是 上下十個點 一千四上下十個點 代表你活在奧克蘭這個城市 一個人 算是比較正常的 漢明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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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一個家庭四個人 一個家庭四個人 一個家庭四個人 其實 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可以相對比較一下 如果你的費用低於這個 呃 代表你還是比較 節儉的 對 我覺得這個費用 挺準的 因為我有拿我自己做對比嘛 然後 有一些身邊的朋友的對比 我們來講一下奧克蘭 如果 一個家庭四個人 奧克蘭的生活 成本大概在五千塊錢 各位你沒有聽錯五千塊錢 嗯 五千塊是過得很還算不錯舒服的啦 就是不錯然後舒服的齁 不是說很極端的奢侈 也不是說很 也真的是還可以接受五千塊錢 生活的成本一個家庭四個人 哈密爾頓四千八 然後羅土魯蛙大概是三千五 基督城四千七 大尼丁四千五 皇后鎮呢 咦這有點特別 他living of course 皇后鎮 大概是四千 二到四千七中間 這個數字有點interesting 嗯 OK好我們講一下 就是說基本上如果一個一個家庭來紐西安 的基本的費用 其實一個月 嗯 我們四個人來說 我覺得大概三四千塊 其實你 不會活得太差三四千 大概四千塊 我覺得是一個還沒平均的數字 那如果一個人來說的話 大概是在一千二三左右 就活得還可以不含租金的話 那我們在這做個總結好 因為其實 我就是在寫這個 在做這份報告的時候 其實就參考了很多數據跟資料 那 其實做這份報告也是寄給我一個朋友看一下 那我想說既然都做了 那就直接做個直播告訴大家 他如果不要看的直接看直播就行了 那我們就做個總結一下 那如果你是打算來紐西安 常住的 常住的 那 個人 個人平均的 生活成本不含租金 生活成本平均大概在一千三左右 一個月 一個月平均一千三左右 那如果是以家庭而言的話 家庭而言平均大概在四千左右 四千左右 好不好 那這是生活的成本 來租金的部分 租金的部分 這就影響了特別特別的大了 好不好 租金的部分 我剛也講過 從一千八一千九到一千零五十都有 這是一個人 那如果是以三個房間以上的話 最便宜從一千七到三千八都有 那這個落差很大 所以大家要評估一下 所以我說那紐西安結論是 生活到底便不便宜呢 我講真心話 我覺得紐西安是一個 可以活得很瀟灑 但是不需要用很多錢 因為其實他很多 玩的東西是不要錢的 譬如說你喜歡去 践行啊 他很多 就是那些山啊 很多那些地方啊 海啊其實是不用錢的 風景其實很多不用錢 那至於生活的部分 生活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很多東西我會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常常在家裡煮 其實生活還可以的 成本其實真的不算太高 真的不算太高 但我覺得可能就是 來這裡我們認識 也是因為工作的行業的關係 我們認識很多一些 開發商 甚至是一些比較 隱形的一些富豪們 我覺得他們的生活開支 其實都沒有很高 因為在這裡 紐西蘭就是 這是不需要比較 你懂的意思嗎 他們 都是有錢到 不行的這些類型的人 都是不需要比較 他們也不比較 也不炫富 就是蠻低調的 所以在這裡我覺得 活得挺開心的 然後你只要你的心態 就是願意融入這裡的生活 其實我相信你活得 很沒有壓力 但是最重要的重點 你可能還是在於 就是說生活的方面 只要你今天上能過得去 基本上 這是絕對是一個 生活啊 退休 小孩受教育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國家 那至於等疫情過後 會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態 我個人覺得 我相信還是有很多 甚至更多人 會朝紐西蘭這個地方過來 那至於 將來會怎麼樣 我覺得 那就看看 隨意而安吧 好不好 那我覺得 我把我今天寫完的報告 全講完了 那如果不確定的 想要一些具體數據的朋友 到時候再告訴我 我可以把今天的這些內容的分享 把它寄給你們 就是我的一些報告的內容 好不好 就先這樣子 那謝謝大家 OK 拜拜